我被一個壞男人 國王 對 我被國王襲擊 他把匕首插進了我的身體 而且是我的胸口 剛才已經說到 我非常恨那個國王的花心 導致了我鍾愛的哈哈自殺 於是我就開始報復所有花心的渣男 首先呢我施了魔法 把國王變成了一個半人半獸的一個 怪物 除非他在一年之內 找到一個真愛的人的一吻 他才可以變回自己英俊的模樣 另外呢我給一個叫薩琪的一個出軌男 施施了變矮咒 你出軌 我把它從一米八變到了一米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 有一天我在樹裡面 遭受了一伙人的襲擊 而為首的就是魏國王 但是我更沒有想到是 他居然已經變回了他英俊的模樣 他把一個匕首扎進了我的胸口 我用盡我全身的魔術 把自己封印到 正好路過的一個女子的鏡子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恰好是公主經過的時候 對 當時是豌豆國的公主 我們幾乎在一起待了十幾年的時間 但是我非常恨的是 居然他後來也來到了芒果國 他就變成了王后 而且我就一直想要提醒他 離開他 可是他還是跟這個國王在一起 今天特別莫名其妙 下午的時候突然一聲巨響 當我醒來的時候 我發現鏡子碎了 我出來了 但我不知道是誰 用什麼樣的方法把我解救出來的 我不知道 就是我們今天 我在唱歌給國王聽的時候 你已經坐在那裡 所以在那之前你就出來了 我是五點的時候 我三點多的時候 是陪著王后在彩排 就是我跟王后彩排的時候 你也在 對 當時我還是面鏡子 其實我特別難過的是 本來我準備等這個派對結束之後 我就會跟王后亮出我的身份 然後要帶他遠走高峰 可以離開這個恐怖的復興漢 但沒有想到 他死了